欢迎来到CLEC投资频道 轻松聊投资 我是James 今天我们有几个主题 想跟大家聊一下 在上场趋势的时候 怎么样是好的买进时机 我想大家想买 可是总是要有一个依靠 我想就给大家一个资讯 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谈了一下 这里在这礼拜再谈一下 如何用一点小的技术分析 来决定一个相对好的买点 当然不是完全能够增进你的获利 不过就是至少你有个依据 再来就是有些人买杠杆基金 我觉得这个风险蛮高的 所以我想要让他投资的知道 杠杆基金的风险 再来就是负责月负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经济不等于股市 很多人说经济会很惨 股市为什么一直上涨 我们也稍微聊一下 再来就是退休的风险 退休有一些风险 那次序风险 跟提拨风险 那之前我们有一集专门聊过 那这次我们再稍微来谈一下 昨天最后的财报 PayPal跟SQ 那这两个是网路银行的股票 我们也聊一下这两只股票的财报 网银未来是一个大的趋势 这两家是在美国算是代表性的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coronavirus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经营的状况 还有就是台湾的基金 上个礼拜影片 我们最后有谈到台湾的基金 那这个礼拜我想我们就不谈了 那你对台湾投资买基金 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等三支基金 你想要知道一点 你之前没有看的或是新近的朋友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周五发布的影片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请订阅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有什么任何问题 请你在下面留言 无论你的投资经验 或者是我们讲解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一定会跟大家解答 或者与大家讨论 那这个投资当然是仅供参考的 投资资讯仅供参考 所有的投资者还是自我判断 盈亏自负 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轻松聊投资 有人问我说他买了TQQQ 那这个杠杆指数怎么办 那我想他当初买的时候 一定是就是朋友告诉他 那他就说你既然QQQ是上涨了 那你就买TQQQ三倍的 那可能涨更多 是没有错 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想到上涨 那有没有想到下跌 下跌 那TQQ是在2010年出来的 那之前有没有这杠杆的基金 可是为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就消失了 就破产了 所以TQQQ是三倍的基金 当市场跌40% 50%的时候 那TQQQQ可能就会被清算 你就破产了 就像原油会穿底一样 原油原大政额会穿底 或者是中国的石油基金也会穿底 就是说杠杆基金就是会让你破产 那破产的状况怎么样 就是说QQQQ跌50%跌60%的时候 他可能就触底就反弹 上来就创新高 那你又赚钱了 可是TQQQQ或者一些杠杆基金 在触底的时候 你就破产了 所以市场在涨上来的时候 就没有你的份了 好像你就被断头了 就没有你的份了 所以在投资里面要谨记 谨记一个就是 有些钱可以不赚 可以不赚 可是长久性命还是要保住的 为什么这个黑暗的路走多了 你还是会容易出意外 那你开快车平常都很爽 可是总有一天你会出车祸 那你一辈子只要出一次 那就完了 那同样投资市场 你TQQQ长期市场涨多头 十年你很舒服 你赚很多 二十年你赚更多 可是二十年后 如果来一个大泡沫 你就破产了 你总有一天你会破产 所以杠杆指数 不要投资 它不是一个投资工具 那你 你投资TQQQ 早晚就有一天会等到你了 好 那我们今天还是来 回顾一下 上次买进的时就 我们说用箱形的方式 箱形的方式 箱形的方式买进 那箱形的方式买进 你会发现这个下跌的这一根大黑棒 你就把它画一个区间 区间这上礼拜我们讲过 区间那这里的话 可能你可以买进 因为看起来就是已经突破这个区间了 你可以买进 那不然你就是在这里买进 那你往上了一格之后 你会在这个白K棒这边又画一个箱形 箱形 那这里又是一个突破点 你又买进 那买进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又一个大K棒 又一个箱形 那突破高点这里又是个买进 那买进完之后 这里 这个又是一个箱形 箱形 那突破了这个箱形 这个就是个买进 那再来就是这一根黑黑K 就搞出一个箱形 箱形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可能 你会就买进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今天或昨天或今天 你可能可以有买进的机会 重点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里 这里三天都是十字星 都变盘线 可是你可以把这三天的十字星 看成一天 就这样变成一天 那它就是一个长黑K 长的上涨去K线 那你可以发现 这又是一个买进的时机 这是我们用上涨突破 一个箱形整理的区间买进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种买进的时机 还有一个买进的时机 就是你看下跌 下跌的时候 第一根突破点 就是买进时机 比如说这里 这里是下跌 对不对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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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三角形 那这里突破 这里就是一个买进时机 买进时机完的时候 又有一个上涨 上涨到这里 又下跌 下跌 下跌到这里 第一根上涨 这里 这又是一个买进时机 到了底部突破 那就是一个买进时机 这个上涨 可是这个一直上涨 你就没有下跌买进时机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突破 突破 可是你就没有买进时机 所以一般等下跌的人 就等不到了 只有等到这里来的时候 只有到这里来的时候 又一个上涨 又可以买进时机 又上涨 你又没有买进时机 又来一个下跌 这里又一个买进时机 所以你的买进时机 底部买进 就下跌 第一根弹上来的K线 把前面那个黑K吃掉之后 那就是一个买进时机 所以我们买进时机 有两个 一个就是 相信整理的突破 买进时机 你相信整理的突破 买进时机 可能就是这个 相信整理的买进时机 你可能买到这个 相信整理的突破时机 你买在这里 相信整理的突破 你买在这里 所以你相信整理的 如果一二三四五 你买了五笔 它那个底部的 你买在这里 底部买进的跟箱形买进的突破的有没有差别 你们自己判断好了 那看你喜欢什么 那你如果觉得资金很多的箱形突破也买 底部也买 那你就可以一直买下去 这里就买了九笔 就这样 供大家参考了 技术分析没办法增加你长期获利太多了 只是短期如果有买进的你可以买一些 那可是我们都只叫买进 我们不卖出的 因为我们都是长期持有不操作 不卖出 直到你退休 或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需要多少卖多少 这次的市场震荡就刚刚过去 所以大家在学习投资的时候就要记得 就是经验的学习很重要 那这次刚过去 你应该把它想一下 这个牢牢记住这次的经验 记者你在这次的时候 你碰到所有的资讯 跟建议的人事物 他们的资讯都错的 我看过很多YouTuber聊财经的 还有财经电台的 到目前为止 我几乎没有看到 在底部或是一直叫你就勇敢买勇敢买 没有 他们都是非常恐怖 非常恐惧 还会再下跌 还有第二次下跌 还会再探 还会破底 所以你要知道 那些资讯就已经证明是错的 那些分析师也证明是错的 所以你要记得那些人事物 以后就不要相信了 远离那些妖魔鬼怪的分析跟建议 你才能看到真理 我所讲的不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所讲的是投资的唯一一个真理 这个不是我创的 这个是市场唯一的真理 这是本来就存在的 真理是什么 真理不是人创的 真理就是世界真理 就是本来就真的编的 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发现它而已 那就是买进指数 长期持有 不操作 我只要一直讲这句话 我的分析都会是正确的 那你要相信 永远是正确的一件 投资的真理 你不应该去相信那些妖魔鬼怪的 分析跟建议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下跌里面就了解了 就是聪明的投资者买在市场的不确定性 所以当市场越不确定的时候 市场越恐惧 那那个时候其实市场就是越便宜 那你是个聪明投资者 你就在市场恐惧的时候 你应该要买进 就是这样 至少你不要去卖它 我们在之前市场最低点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什么事情你一定不可以做 就是卖股票不可以做 那什么事情你可以做 就是买进你可以做 至少你不能动 那等到市场很确定 coronavirus解决了 那个疫苗也出来了 市场都已经涨到哪里去了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当市场是确定性的时候 市场就不便宜了 不便宜了 所以投资者要记得 你要买 如果有市场不确定性 市场恐慌的时候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你就是勇敢买进 因为你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只有买进没有卖出 这是我们的原则 资本主义 资本是一种剥削 就是本来就是有资产的人剥削 无资产的人 那央行就是造成这个贫富不均的主因 因为货币政策就是让货币贬值杠杠加大 那杠杠加大的状况之下 有钱人才能有办法杠杠 没钱人是没办法杠杠的 所以就造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央行的低利率 发行更多的量化宽松 就会让资产上涨 股票房地产都会涨 那拥有股票房地产的人就负责越富 这是必然 那对于年轻人跟一般的人来讲 你如果不投资 你就是会被剥削的一群 所以要成为资本家 记得要成为资本家 我们不能在投资上输 成为输家 所以记得一定要去买指数 有多少买多少 除了必要的紧急备用金之外 你要投资 不然你就会成为人生的输家 什么是最佳的买进时机 有的人说 那现在已经涨上来的是买进的时机吗 你不要问人家买进的时机 买进的时机在你自己 心理素质准备好的时候 就是买进的时机 什么时候是心理素质准备好 就是你已经下定决心 你已经看清市场 市场就是永远上涨 你现在可能会买贵 可是未来你会发现 现在买的还是相对的便宜 知道吗 所以之前你好像很多人过去20年任何时间买都是对 虽然在那个moment 在那个时间点可能是说很贵 可是长时间来看 10年20年后的今天回头一看 任何时间买都便宜 那个时间在2000年的高点买 现在也是便宜 在2007年的高点买 看起来现在也是便宜 所以什么时候是最佳买进的时机 就你心理素质准备好 你已经认同长期投资指数基金不操作 就是你已经决定这件事情了之后 认清这个事情 投资的本质之后 了解投资唯一的真理之后 你的心理素质准备好了 你随时都可以买进 没问题的 这里应该是股市不等于 经济不等于股市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非常的迷惑 经济这么糟 失业率这么糟糕 股市一直涨 这股市一定是虚的 无稽之谈 可能吗 我跟你讲 不会 09年底部开始往上涨 涨了一年 大家都在谈 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好像是股票圣经的用语 大家都在用 你只要讲无稽之谈 大家都肃然起敬 好像你是对市场多么的了解 那结果呢 那些人就是没有得到 就没投资 就失去了十几年的上涨好处 所以大家要了解 经济不好 股市在最便宜的时候 它就会从底部开始上涨 经济不好 利率就会降低 利率降低 估值就会增加 利率降低 房地产是不是会涨 对啊 利率降低 黄金是不是会涨 利率降低 股市就是会涨 这叫做利率降低 估值会提高 股市就会涨 所以记得经济只会重复循环 股市永远一路上涨 记得 经济只会重复循环 股市永远一路上涨 什么意思 好 经济永远循环 股市永远都是持续上涨 这个叫做 所以经济永远是循环 股市永远一路上涨 了解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 你不要看经济去投资股市 你唯一能利用的经济最糟糕的时候 大家都最恐怖的时候 赶快多买进 但说实在的 我已经退休了 我要增加的钱也不多 其实我是百分之百 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市场里面 那年轻人如果你们有一些钱 如果在市场低点的时候 你可以紧急备用金 本来准备三年的 你又把它拿一年来买 那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就是在底部了 你在高点要 高点要留多一点的紧急备用金 在低点的时候 你应该要不用那么多紧急备用金 我们之前有一期提过 低点是安全的 高点是危险的 所以你在低点的时候 紧急备用金不用准备太多 在高点的时候要准备多一点 OK 我们要有钱 我们做这个频道 最重要就是要大家有缘人 要有钱 在你需要的时候 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这还很重要 你遇到了生病需要多少钱 你有多少钱 那这叫有钱 要有钱 那当然你在需要钱之前 你要准备 所以投资很重要 投资很重要 不要认为钱够了就好 我想钱永远不够了 那你认为钱够了 那我问你 你需要多少有多少吗 如果你已经回答 你需要多少有多少 那你就钱够了 如果你没办法回答 你需要多少有多少 那你就是钱不够 OK 好 那我跟你讲 你今天如果你的房子地震毁了 你钱够吗 你要问一下 你钱够吗 你所有的房子都毁了 你钱够吗 对不对 你钱够吗 这个就是钱要很有钱 而且需要多少有多少 这才叫有钱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努力的投资 那你如果没有现金 那你努力的赚钱 存钱 投资 再来我们谈一下 就是退休之后的次序风险 很多人不太了解 次序风险 你退休 你什么时候 你退休的时候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你本来准备的退休金 两百万 三百万够不够 我不知道 可是你最大的风险是你退休那一天 那一年市场刚好下跌 那那个风险最高 你在这里退休 结果那一年就开始下跌 那你的风险最大 那如果下跌完之后 郭美景的又下跌 那你可能 你的退休金就不够了 所以你要记得 次序风险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那你在这里退休 下跌一下下就上来了 那你如果在这里退休 那是最好的 市场一直涨 你钱花不完 那个叫做次序风险 退休领取率 就是说 那你要一年领多少才够 那我跟你大家讲 次序风险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因为市场是不是在高点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在低点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市场在哪一个位置 我们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事情可以确定的 就是 你如果提领退休金 你如果现在有一百万 那你提领三趴 就是三万 你永远提领三万 你永远提领 就提领 不管你这一百万 就投资到QQQ 或者投资到SPY 那你每年提领美金三万 够了 那你就永远用不完 这个不管什么次序风险 都没问题 OK 那另外一种提拨方法是 你现在一百万 你提领四percent 那你今年就可以有四万花 如果市场涨到120万 那你那一年提领四万 那你有多少 四万八千块可以花 那如果市场跌到九十万 那你可以 你那一年有多少钱可以花 三点六万可以花 所以你如果提领四趴的人 你就看每年结算之后 你剩下多少钱 你就乘四percent 那你就拿多少钱出来花一年 那就是提领四percent 那你也不会提领 不管什么样的次序风险 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花不完 还有就是你提领三percent的人 其实也有好处 当市场变成120万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提领三趴 开始永远提领三趴 那你永远就是三万六 你永远开始提领三万六 等于就是说市场最高点下来 就算你还是提领三万六 所以你提领固定三趴的人 你永远提领三趴 不管他涨他跌 你都提领三趴的人 你可以每次到了高点之后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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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最高点那一年来提领 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一百万在这边 一百万在这边 那你提领三万 那这里边一百二十万 你可以提领三点六万 市场跌下来 跌到一百万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提领三点六万 市场在跌下去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提领三点六万 市场涨上来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提领三点六万 市场涨上去的时候 变成两百万的时候 你可以提领三percent就六万 你六万之后开始往下 你就永远就变成这样 所以市场这样这样这样 你其实你的每次这个高点 你可以变成你未来提领三趴的退休金 那就这样 好 这一次的公卫事件 其实 当然很多人受到伤害 小资企业受到伤害 很多工薪阶级受到伤害 其实越底层的产业越小的公司 还有越就是越低层的工作 其实你受到伤害越大 因为你被可举代性比较高 你很容易被lay off 他们要找人又很快 可是这个公卫事件 其实加速了整个产业的升级 所以很多大公司 很多工厂 很多营运模式都加速改变 本来是网购 一般厂商他们有店 他们没有做网购 可是这一次逼迫他们一定要上 做网购 做网路销售 做e-commerce 那很多人本来都是用现金的 这一次就发现 哦不能用现金的 开始用网路银行 这等于刺激大家都往高科技升级 那当然医生可以远距医疗等等 这些刺激大家产业网路升级 再来就是整个股票市场 或整个资本市场 它会上涨 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因为公司创造的 总资产增加了 Apple以前没有做iPhone的时候 这个Apple的公司的价值 跟现在可以有iPhone11 iPhone12的时候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 那这个样子是不是 股票就是会涨 因为资产价值增加 那Amazon以前没有 One Day Delivery 现在One Day Delivery Amazon以前没有iCloud 现在有iCloud 那它的资产就是增加了 那Tesla过去没有上海厂 现在有上海厂 过去一年卖50万部 现在一年要卖100万部 那Tesla这个公司价值 是不是增加了 对吗 Microsoft以前没有iCloud 没有Dynamic 360等等等等 没有CRM 那现在有了 那这些服务是不是就增加 这个Microsoft的资产价值 PayPal PayPal它有全球的网银系统 你可以全球汇款 没有问题 很快一秒钟就汇到全球 300多个国家的 只要它有PayPal的账 你就可以汇款 而且网路下单 网路负账 那这个是不是就增加了 它的价值 10年前的PayPal 跟现在不一样 不一样 Square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股票会为什么上涨 股票上涨不是你买低 卖高 你得到那个差价 不是 股票上涨是你买了 它就会上涨 因为公司会创造新的价值 你的股票就值钱了 就值钱了 这就是社会总资产会增加 那你如果不投资的人 你就没办法分到 这些公司资产或价值增加的红利 你只要买了 做资本家 躺着睡觉 它就会增值 那当然你要买对公司 或者是你都不懂公司 那你就买指数基金QQQ跟SPY 在台湾你就买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或者其他两支基金我介绍的 大家都在讲 什么时候买 现在买会不会太贵 以前Amazon在700块 400块就很贵 700块很更贵 1000块更贵 现在2000多块已经不很贵了 所以一个股票 它在200块的时候 一个股票在200块的时候 可能有点贵 可是但过了几年之后 它涨到300块 可是它的价值就真的来到200块 对不对 比如说它赚4块 P1 50 哇好贵 可是过了两年之后 它赚15块 那200块贵不贵 这就不贵 你当初200块买的贵不贵 就不贵了嘛 15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变成12了嘛 12% 13% P1就变13 你200块如果到了两年后 它就变P1 13 那当然不会 支架就不会200块 它就变300块了 那P1多少 P1就20 P1就20 那就不贵了嘛 所以你200块在买的时候 可能会贵一点 可是当你到了两年 几年后 它就不贵了嘛 一样的 现在Tesla 大家说标的这个样子 那Amazon也标到这种程度 这个Apple也涨到300了 那它就很贵很贵 可是你买的 就算它不涨 过了几年 300块算便宜了 那就会涨了嘛 所以等待股价低于 你想要的价值的时候 再买进会失去机会 所以唯一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买进去 等待那个价值的到来 这个是另外一种方式的 思考模式 所以你如果200块买了 它两年后涨到300块了 你就已经赚了50%了 那300块买的人 那如果说 哦啊怎么那么贵 那你如果300块不买 那两年后它就600块了 那你就会觉得 600块更贵 那可是你200块买的人 过了四年五年 它到600块你就赚了嘛 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价值的了解是什么 是长期持有跟长期成长 成长跟长期是价值的重要成分 长期跟成长是价值的重要成分 而不是股价 记者不是股价200或是100或300 不是价值在于长期跟成长 那个公司有成长才有价值 还有就是你一定要长期 你才能得到去等待那个价值的到来 好我们现在进入了财报了 这个是SQ的财报 SQ的财报 那SQ当然大家都认为 当然今天SQ涨了快10% 那PayPal涨了快14% 那昨天财报 那这个财报算好不好 有的人看好 有的人看不好 那我跟大家讲 SQ的营收成长51% Revenue相对于这边成长51% 好不好 好啊 对不对 那你说有公位事件 奇怪它怎么会变好 那我们就慢慢看 那它的净利成长40% 可是它的毛利成长40% 哇它的毛利有539个million 为什么净利会亏损 净利会亏损 因为扣掉了人事成本 开发成本 还有什么成本 还有什么 它最重要的是一个 这里有提到的 就是它提拨了待账准备金 long loss 待账准备金 所以就变成亏的 那这个钱还没出去 可是所以它现金流是多的 只是它需要准备 待账准备金 因为有些小企业 可能因为倒了嘛 所以它需要准备 待账准备金 再来就是GPV 就是Growth Payment Value Growth Payment Value 是成长14% 14% 那它的公司的大小是52%是大公司 52%是大公司 它的客户里面有52%是大公司 就是这个对Square来说是大公司 当然不是相当的大 至少不是小公司 一年的营业额如果是12万的 那就是非常小了 12万以上一个月有1万块的营业额 他们认为还可以 那一年有5万块的50万的营业额 就是算是大公司 那它的Abitda 就是它赚了900万 900万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Square才算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可是因为提拨了呆账准备金 那就变成一个负的 它的Cash App 你看现在就来了 就是Cash App 因为Choronavirus 大家没办法出门 所以变成Point to Point的交易量支出 增加 强劲增加 那还有Direct Deposit增加 所以你看4月份增加这么多 增加这么多 还有就是Cash App 帮助了客户 它的小资企业客户 去申请到那些PPP 就是Payback Payment Back Protection Program 类似这样 就是你不要之前你的员工 我们给你钱 你不要之前员工 我们就给你钱 这个就是那个 还有就是 Square它现在已经美国跟英国 可以直接汇款 直接汇款 你在美国有个Square App 那你的朋友在英国 有个Square App 那你直接可以把钱 就直接打过去了 你可以把钱直接打过去了 那在Square 其实你在Square Account 就像一个银行 它有那个Routing Number 那它可以让你汇钱 或者是Routing Number 或者是有些人 他没有银行账户 那他在 因为银行都关店了 那他们只有在Square上面 Open一个Account 那拿到Routing Number 那那个国税局 就可以把钱 打到这个账户里面去 Square就是 这个是薪资保护计划 他们就是一个24个月的贷款 低利贷款 这个就像美国拿钱 那Square就是帮助这些小资企业 去取得这些贷款 这些贷款是可宽数的贷款 就是你不用还的 如果你合乎它的条件 比如说你不值钱员工 或者是你是 本来就是一个 self-employee或者contractor 就是合约工的话 那你还是可以拿到这些 补助 不用还的 那政府第一轮的已经用完了 现在第二轮 4月开始 所以Square帮助他的客户 在做第二轮的融资 那很快 这个在Square的那个APP 上面的dashboard里面 很快就可以点一点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Square 给厂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运用 这里就是 你用Square 它这里就是你的APP 这里 这个就是Square的APP 那你就start application 那它就填一填 很快 你就会拿到钱了 这里就是因为coronavirus 所以很多人变成 变改成online store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三月份 第一季的营业就突然缩小 可是到了三月中开始 他们这个application开始成立 之后 online order就上来 增加了五倍 所以这个为什么 大家对Square这个第二季 非常的看好 因为本来这些商家 都没有online sale 或online store 那现在都被逼着 变成online store 那以后等到一开放的时候 变成这两个business 都同时存在 有online store 也有这个personal store 所以大家都预估 这些网路银行 在第二季就会大爆发 因为很多客户 或者是个人都被逼着 本来都不用网路银行的 现在都被逼着 开一个网路银行 这加速了网路银的普及化 这个Square在两周内 就把Square online store 就很快的发布了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内 增加了路边取货 你下单 那我们放在门口 你就可以拿就好了 自助送货 那以前都是 以前都是 以前很多store 就是亲身消化 就开门生意的 现在都过渡到 e-commerce e-commerce 所以他每周的GPV 就增加了五倍 这个就为什么今天 Square会大涨的原因 这Square的细项 那我们当然练习 看一下资产护财 我觉得这里面 有几个重点 就是Square有做Bitcoin 有做Bitcoin 所以他Bitcoin也有一些cost Bitcoin revenue在这边 360 可是他的cost 299 其实他就赚了7个million 700万 因为Bitcoin的销售 他赚了700万 那这里有一个long loss 那这个就是 呆账准备金 准备了1亿 差不多准备了1亿的呆账准备金 呆账准备金 所以这个是Square Square的财报 好 那我们来看PayPal PayPal财报更好了 他在这一段时间增加了 2,020万的活动用户 2,000多万个活动用户 你看增加这么多了 当然他收购了一个Honey这个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带来了1,020万的客户 所以他们自己PayPal本身净增加就净增加了 1,000万的活用客户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Total PayPal本身准备 就是每一笔整个交易金额是成长了18% 收入增加了12% 你看在这种coronavirus 但是公卫事件他网络的交易反而更增加 可是因为有信用损失 一样跟Square一样 特别有一些呆账准备金 所以他营业收入就要减了2.37个亿 那这个也是说Square他准备了1亿 他准备了2.3亿左右的呆账准备金 所以金这一季的话他的获利只有0.07 那如果用非GAAP的话 获利就是0.66 那代账准备金就将近损失了0.17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4月份的未来 他会4月份加速强劲成长 这是为什么今天PayPal上涨将近是34%的延运 活用用户增加了135% 每天增加25万户 这个是不得了不得了 所以收入第4月份他的收入 这已经过去已经知道的 收入增长了17%左右 这个就是PayPal了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他这个增加的客户有这么多 那因为他收购Honey所以增加了这么多 这个刚刚我们都看过了 好我们就跳过去吧 这个就不用再看了 这里是一个summarize 就是他的activity增加 Total activity account增加17% Payment value增加19% Gravity增加13% 那他的earning pre-share 几乎没成长 因为上一季这个 因为coronavirus几乎没成长 那又提拨了待账准备金 那当然cash flow会增加 cash flow会增加 这里是显示4月份的 4月份他的 未来第二季的成长会增加很多 你看到了第3月 4月就这样子跳上去 OK 3月份急速下降 4月份马上跳上来 就是payment total 马上开始回升了 所以应该很多像这个网银的企业 已经开始恢复正常 虽然很多实体商家还没开门 可是网银的生意 已经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因为很多商家都开始 把自己实体店面搬到了 网路店面去了 那net revenue 它就是回复到正常 回复到还没shutdown的时候的 正常水准 这个为什么 paypal的股价今天会大涨的原因 那这个就是他的income statement 一样transaction的expense 准备了那么多 你看这个就是还有credit loss的 都是呆账准备金 就是准备好在这边了 200多亿美金 那不然应该2亿多美金 从这1340捡到跳到这里 这个就已经是将近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那这里又有多一点的准备金 好啦 那我们今天很快的 就跟大家update到这里 那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 或者是喜欢的就订阅按赞分享 那有什么投资上的问题 或者是对我们的影片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大家